而現在已經規定所有的店家都必須要外帶不可以內用的 因此有店家就祭出優惠飲料外帶均一價 或者是原本內用才可以吃到的商品改為外帶也可以吃得到 期盼在這個艱難時刻能夠支持小店經營 也用甜點咖啡療癒民眾鬱悶的心情 本土疫情升溫導致人心惶惶 餐飲業者改以外帶減少內用群聚的風險 民眾也紛紛減少外出 就有店家祭出外帶優惠 希望用防疫點吃飲活咖啡 緩緩民眾緊張的情緒和鬱悶的心情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 店裡面的營收大概只有原本的三分之一 但是其實因為現在是非常時期 那我們也是配合現在的整個防疫措施 然後現在店裡面也開始改成是全外帶自在服務顧客 其實因為本身是經營咖啡跟甜點店 像這樣子防疫期間大家待在家裡面 我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小朋友在家裡面上課 或者是大家心情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響 但巧克力它是蠻耐放 而且也適合放在家裡面的防疫甜點 所以我們也目前有提供客人外帶 也會幫客人準備飽和冷劑 那店裡面的飲品的話 也全部都是均衣加100元的優惠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面做好自主管理 那同時又有點心可以享用 也有平常內用才吃得到的 現在反而外帶就能吃到 星期天之後因為就宣布雙北三級 那我當時就想說覺得 因為其實店內觀光客的比例蠻高的 那避免說有就是一些流動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決定直接做外帶 那外帶之後的話目前的影響還蠻大的 應該就是剩下一些比較零星的客人 那但是我們除了外帶之外 就是還有在做一些司康跟肉桂捲的宅配 提供給外縣市的民眾做選擇這樣 然後希望可以彌補一些疫情上面的損失 那目前的話因為我們店內的 之前蠻暢銷的商品 肉桂捲的部分 因為一直都只有提供內用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配合政府的政策 就是只做外帶的提供 所以目前肉桂捲的部分 也都有提供給花蓮的民眾做外帶 那除此之外的話我們也有推出司康的防疫組合 就是八顆任選的口味 然後可以搭配之後有一個優惠價格 讓就是花蓮的民眾除了在防疫期間 可能在生活上有一點不便 每天吃可能常態性的早餐會有一點膩 然後透過一些不同的一些小甜點 然後來做一些生活上的療癒這樣子 疫情影響店家紛紛表示 人潮收入都大幅減少 多數民眾一定也心情低落或恐慌 目前只能咬牙苦撐 希望透過咖啡和甜點 療癒這段辛苦的時光 和民眾一起挺防疫 希望疫情早日趨緩 記得找邦彥華臨時報導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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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